我们的偶像 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偶像 由函数巨股水 肌肤巨股水旺铃播出 我要把这个捕捉 我生意失败 你能这一点钱给我 我求你啊 我求你啊 我不想当歌手 过滤啊 给我一个吻 可以 可以 吻在我的脸上 留个冷爱标记 这个蛮小的 这些人说的画得好酷啊 对 吻在我的心上 让我想念你 纵然等着你眼睛 你不答应 我也要向你倾求 你绝不会醒 你纵然闭着你嘴唇 你没回忆 我也要向你恳求 你绝不伤心 我们的偶像由韩树聚补水 肌肤聚补水 独家冠名播出 她是光环照耀的精英女神 是热播剧偶像派中的演技新标杆 也是偶像团中呆萌可爱的赵小刀 非科班出身的她 因偶然的机会踏入演艺圈 从陆珍传奇 珊珊来了 再到花千谷 一步步成长为人气花旦 看得到她其实谷子里面 有一些比较不服输的个性 那种比较拼搏的那种个性 是属于她比较正能量的一面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 很刻苦地 很认真的去完成自己的这么一个角色 天才且无量 如果她不断地用这种方式 去修炼自己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胃壳限量 她自己也曾经说过 如果有那么多人喜欢你 肯定都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你 你要能够做的 就是做好自己 这件招品说话 给我的感觉 是那么一个很听话的女孩 丽颖其实是生活中很简单的一个人 然后很单纯 生活中有点爷们 挺爷们的 就是小男孩的性格 挺实在的 很真诚 感谢我们的偶像合作伙伴 玫瑰师蜜 植物蛋白胎护肤领导品牌 2006年19岁的赵丽颖 首次触电拍摄广告 凭借着在广告中的精彩眼 出赵丽颖获得了电视剧 《惊婚》的参演机会 在剧中出演三女儿多多 之后赵丽颖在《春去春又回》 《索青秋》 《佳妻如梦》 《新红楼梦》等15部影视剧中担任佩杰 做着各种不同的尝试 无论是《春去春又回》中的人杰儿 《索青秋》里的丫鬟文艳 还是《苍穹之卯》中的林儿 赵丽颖都用最饱满的激情 去诠释每一个角色 在角色中体会人生百态 他演过很多的角色 然后这个一步一步的吧 然后也是在这样一个娱乐圈里面 这样一个生态圈里面 是稳扎稳打上来的 尽管非科班出身 但实践出真知 磨练演技的机会全在日常 勤奋认真的赵丽颖 在片场用心观摩 再把这些默默转为自己的养分 自然收到了最直接的效果 你跟他一讲 他一看到 他马上就能领会到 所以他就能把它转变成 自己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觉得他是个蛮聪明的女孩 那不太能说话 就不太能够作秀 能够表达 尤其是不会说什么 我这个拍戏很苦啊 水很冷啊 冬天还是下不去啊什么的 就是从来我没有看他说过 每个角色我现在回头看 我都觉得那代表我那个时期 对人物的理解和把握 很多人会觉得你辛不辛苦 我会觉得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没有说什么辛苦 他的作品被大家看到了 就喜欢了 那我觉得这些辛苦 或者是还都是幸运的 越努力的人才会越幸运 日渐熟人的演技 赵丽颖得到不少导演的赏识 2011年赵丽颖饰演 新环珠格格中情而易决 他的演誉之路 终于迎来第一个春天 你才会害死我 以后在宫里的妈妈尝语 你要我怎么办 选了很多以后 当突然发现赵丽颖的时候 哎呦 一下就给我感觉 哎呦 这不就是个小王爷吗 当时给我的一个印象就特别好 赵丽颖给我的感觉 好像是从来没有说词拿不下来的 我们那么赶的情况下 每天拍那么大的量 所以她这个词 就是至少她回家是做了功课的 那么我认为她是满用功的那个女孩 环珠格格之后 赵丽颖的知名度大有提升 也因此有了出演陆珍传奇中 陆珍这一角色的机会 当初导演在选角时 透过她甜美的外表 一眼看出她的坚韧和可塑性 从市井平民到一代女像 从茫茫人海无人石 到华丽的脱颖而出 陆珍和赵丽颖一起拼搏出了 命运的逆转 我是大臣越国夫人 你一个三品昭仪 为何还不下半 本座首长大旗奉印 代行皇后之职 为何要半你啊 最早在湖南陆珍嘛 我最早知道她 我是因为看那个戏 我一直觉得她是非常有钱的 也而且戏其实是真的非常好 那事实证明我很有眼光 陆珍全齐的时候 她戏特别特别的多 就好像有八百到一千场戏了 还有她们的宫廷是可能 要战得很直很直的那种 所以她后来她腰椎就有点问题 因为她有的时候 根本连战也都战不起来 她就是蹲着的 她不蹲着的时候 她骨髓就可能不舒服 天道酬情 赵丽颖演艺之路 在陆珍传奇全面打开 这是赵丽颖演员生涯中 第一部担任主角的电视剧 她外柔内刚的性格 在剧中全面爆发 这部戏在当年创下了收视记录 赵丽颖也多次获得 最受欢迎女演员 成为新生代偶像 一位妻子 如果连嫉妒这种本能都失去了 她还称得上是妻子吗 异国公主 如果必须得靠下毒才嫁得出去 她还配得上称公主吗 青春的选择 最受欢迎内地女演员 得奖者是赵丽颖 恭喜丽颖 恭喜赵丽颖 我很高兴 也很荣幸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感谢 这一路在支持我 陪伴我 还有在鼓励我的网友 以及我的融合虫们 谢谢你们 今后我也会努力带来 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谢谢你们的支持 在赵丽颖人气飙升的同时 面对有些不同的声音 赵丽颖用坚强回应争议 用作品证明自己 人红是非多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 我觉得丽颖它是 一步一步拍上来的 然后是吃过苦的 所以我觉得它能够调整自己 就可能它通过这种 不断地拍戏 甚至是没有休息 没有休息口 来减轻这种压力 它心态真的很好 它没有很给这些东西 去影响自己的一个工作 它觉得还是会爬起来 站起来 也要再勇敢地再走下去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不光是喜欢 我也想说自己在喜欢的同时 在热爱的同时 我可以进步 我把我的所有时间 都用在了工作上 都用在了我的每部作品上 我也希望它所呈现的东西 是大家所喜欢的 我依然相信 努力会有收获 2013年 赵丽颖接拍电影《公所沉香》 一改往日清纯柔美 励志知信的形象 在电影中 饰演反派角色 刘璃 你也知道你是刘璃 你还敢背着我 够一十三啊 你好大的胆子 影片中 刘璃的腹黑狠辣 被赵丽颖演绎的扣人心弦 这一颠覆性演出 也得到了观众和业内的一致赞训 也得到这样子了 又能改变什么呢 其实演坏人是有心理压力的 就比如说我让你去偷一件我的东西 你得鼓足多大勇气才能偷啊 因为你从来没有偷过东西 你有紧张有害怕 其实这跟演坏人到底是一样的 从来没有见过他 对任何一件事情说不 就比如导演问他能做吗能做 就是那种状态是紧张人疼的 就像你说他曾经演过 都是正面的阳光的 正派人物阳光的 而那个是一个反派 这个阴冷的 其实能看到这个演员的勇气 这个演员自己的主张 而正是因为这种勇气和主张 其实才能在他今后的道路上 有更明确的这种选择 有一次呢就是拍那个 就是他骑马 重剑死的一场戏 在拍的时候呢 就突然那个 就是这个马是稍微有点受惊 有点受惊 他直接就摔到地上了 我们的动作导演很有经验 这个时候呢就是 你不能呵护你知道吗 一呵护反而情绪容易大 但是他那个稍微太狠了一点 说不要扶 走开 他就摔了就摔了 重剑就重剑 是这样 每一个成功的演员 就是这些苦 这些受罪吧 应该都是必然的 为了更好地突破自己 以古装技窜红的 百变戏古照丽颖 开始涉足现代戏 回归本身生活 由他主演妻子的秘密里 百合 温柔善良 千任不屈 珊珊来了里的 唐主夫人珊珊 呆萌可爱 观众越来越喜爱这个 有着圆圆脸蛋的姑娘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 是一种感觉 就是他的五官 匹配在一起那种感觉 美不美 有没有未来 观众会不会喜欢 我觉得赵丽颖 在这方面 他是占有极大的一个优势的 就是他的鼻子和嘴巴 无论从正面拍 还是从侧面拍 还是45度的角度拍 也是很好看的 想吃什么 点吧 我约你吃饭的是有两个目的 一是感谢你长期以来 对我的帮助 还有照顾 妻子的秘密 她那个角色就是跟 演追语的那个不一样 我觉得她演得很好 就是一个有天分的演员 镜头一开始 三二一开始的时候 她立马就在那个 情绪里面 在一步步实打实作品的积累下 2015年夏天 赵丽颖成了霸平担当 在花青谷中 赵丽颖把花青谷一生的跌宕 诠释得淋漓尽致 赵丽颖 起来 起来 我成功了 我让她起来了 我成功了 当然看过了 就是大家都在看了 这么好的剧 没看过就是错过了 这个夏天 她那个影响量是挺大的 喜欢这部剧 尤其是很喜欢里面 赵丽颖扮演的花青谷 这个角色 她很坚强 然后给了我生活 很多的震的量 现在都喊赵丽颖 喊小谷了吗 我们室友都特别喜欢赵丽颖 我教你遇见 最重要的是心法 还有口诀 还有人间合一 赵丽颖本身 她是一个特别 我估计应该是这种 人间人爱的小姑娘 她的纯真之中 也能看出她的 日渐老道的这么一个演技 所以她能够把花青谷 本身演得非常的 活灵活现 白子画 你来做什么 我来清理门户 你是一心想来求死的吗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你已经有选择的权利了 为何不放下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任我玩弄 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 白子画 因为这种灵气的表演 她最后成了一个现象级的 这么一个表演现象 在一次次爆红之后 赵丽颖仍保持着 勤恳 踏实和谦逊的态度 连她儿时的偶像霹雳虎 吴奇龙 也邀请她出演 鼠山战绩中 一正一邪的霸气女主角 玉无心 因为我可能我自己是演员吧 我会希望说 其实演员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有多一些的 不同的选择跟挑战 所以才会想说 其实找丽颖来试试看这个角色 那我觉得她在戏剧的能力上面 是绝对是可以胜任的 不只是说靠她的外形 那她的戏的本质 戏的内容是可以 很好去诠释这样的角色 鼠山战绩里面的这个角色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反差比较大的 她属于在魔宗这一派的 所以她会有很多个人 动手打架来 然后比较恶狠的眼神 各方面的这些表现 我还蛮喜欢的 拍鼠山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一点累的 每一天可能开工都要晚 蛮长的时间 她也跟我一样 工作时间也是这么长 看到她好像不太懂 会累的那种人 很努力地被剧本 所以我觉得她是 非常适合在娱乐圈的一个女生 对于勤奋的赵丽颖来说 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剧组度过 虽然剧组的生活比较艰苦 但积极乐观地赵丽颖坦言 很享受演戏带给她的乐趣 所以她每天会很认真地看剧本 到了现场会跟我们 包括跟导演去聊天 她自己的一些设想 我们这个是谍战戏 有很多戏可能会相对来说会辛苦一些 打枪啊一些炸点啊烟啊什么的 对女孩来说可能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她会很认真 真的像拼命三郎一样 这些人都在这儿 这些人都在这儿 看那个东西看手按一下 店是不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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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好 我们再听多一点 好 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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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多久是她 我来 多久是她 青木会长 你怎么回事 军总发了最新的信息 记得今天有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碎杀青木会长 整个这个戏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是花前谷在播出的时候 而且是播得这么好 我觉得作为她来说 压力是最大的时候 但是她跟我 在谈起花前谷的时候 很淡然 这事已经过去了 她跟我说到花前谷 或者说到珊珊 她说你没看最好 因为我有很多问题 我是觉得 像她这个年纪 包括面对这么大的荣誉 而且外界 给她的正面的 负面的这么多的评价的时候 她能做到 对她的干扰最少 她每天就是 我尽全力走进这个角色里 万众喜爱的花前谷 来到偶像来了 赵丽颖也慢慢向大家 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因为真诚直率 还收获了赵小刀的外号 你的口红站在牙齿上吧 早说我笑了这么久 你不会介意吧大姐 林林姐你没穿离服 赵丽颖她就是一个补刀王 她就是一个 不会去虚假的说 我跟你说句漂亮话 或者怎么样 所以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她永远讲话都是 特别直来直往 但是真的了解她之后 你会特别容易 跟她成为朋友 因为特别特别的透明 挺好有你陪我 有呢 因为我觉得 每次穿的都不好看 走开 好看 都你呢 都你呢 她又说了啥 都你呢 你给我走开 她很深情地对我说 娜姐 幸好有你陪我 我说怎么呢 她说因为我觉得 我每次都穿得不好看 但是你又跟我穿得挺像的 我说你叫张小花 她有一个绰号 你叫张小刀 各种笔刀 小刀 其实我很简单 我只是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说话比较直 但是也希望他们能够 放下心理的这个防线 去直接地跟我去对话 绳子该松一松了 对 感觉你的绳子要崩开了 被吵 周丽莹 之前是呆呆的 现在越来越厉害 而且就是 比较爱补刀 最好玩的就是 因为我剪完头发之后了 她常常都是 爸爸 然后就不停地弄我的头发变下来 然后她就不停地亲我 好棒 好可爱 好可爱 敞开心扉的赵丽莹 脱去角色的设定 在偶像来了中 全方位地开始展示自己 不管是云淡风轻的神捕刀 还是不在状态的呆萌样 她退去外壳 回归本真 直爽可爱 用这个 两只手 嗯 然后我们换 自己跟着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 再弹一次 弹一次哦 预备拍 是 一开始她就是那个不讲话的那个 就到后来就是放开心了 因为她觉得这些人是对的 她可以跟这些人讲她心里的话 你们为什么 她好像一步一步把自己展现给大家了 从最开始不怎么说话到后来 愿意跟他们跳舞啊 愿意怎么怎么样啊 而且她也不是一个喜欢争什么呀 喜欢强什么呀 她反正就按照自己的节奏 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种习惯在里面去做一个这样的呈现 我也是希望自己说 表现出更真实的自己 我就会问他们 如果我困了 我可以打哈心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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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一个巨大的哈欠 拿在这里拿着窝里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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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所以她是我很欣赏她的 红颜无忌的那种性格 完全不理藏况 想得了就说出来了 那她能够表达这样子的心 就是因为相信了我们了 一开始我认识她 我觉得她弱弱的 后来我慢慢接触她 我才发现 其实她是个内心很强大的人 她很坚强 而且她对工作有惊人的毅力 好 还戴眼镜 好 宝贵 好 好 手不要抬太高 那边走 好 小谷 停三秒再走 停三秒 好 走 不要抿嘴 放松就好 放松就好 好可以了不要再往前了 对 差不多这样 我完全看到了赵丽勇同学 就像她演的角色一样的坚韧一样的 一样的小女孩不服输 然后非常的坚定 我想赵丽勇怎么做到外 我最担心的其实是丽勇 但是她给了我最大的惊喜 拖着两米长的沙在踢台上走真的不容易 但是她把这种中性的味道演绎的 如此动人 如此妖娆的同时有一种安静的力量 在节目录制的相处中 除了和偶像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赵丽勇与工作人员和粉丝们也越发熟络 亲密互动 我很触怕机器 除了拍戏的摄影机也外 其他的机器我都是没有办法去认为 就是对我每次来说都会很难很难的 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偶像来了 她每一次去节目那么多的神迹对着我 你注意到后来我什么都不顾忌了 想说什么话说什么话 那对于我来说太难得了 再去跟人交流 我可能都不会太特别拘谨特别紧张的 我反而会更让自己去放松一些了 把我综艺黑洞也给稍微往上拽了拽拉了拉 胃伤受伤了是吗 你别拍了 她说你后背受伤了让我看看 你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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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事 谢谢 现在继续 我们的偶像由韩树聚补水 七夫聚补水 独家冠名播出 在偶像来了长沙战快结束的时候 12位偶像被邀请参与了一场浪漫的求婚 这也增添了小谷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不 没有 不是 5号 我们拍戏都没有这么扰扮过 该谈恋爱就谈恋爱 就是我们应该经历的生活 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为什么要去排斥它 所以还是要勇敢地去追求 自己的这一份权利 没有一份很珍贵的感情 很要珍惜 那现在我觉得在节目当中 一点一点感受到 把自己的这份情感给拉出来 去流露出来 觉得他们这群人 也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很多的情感 自己特别感动 我特别希望你可以快一点找到 你的我爸 然后呢也希望你接下来的 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在拍的作品 压力也很大 我希望你可以迅速地 非常优质地完成它 丽莹 我想跟你说 你真的好漂亮 除了漂亮之外 在我心里面真的是一个很有仪器的人 在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帮了我很多 我希望我们以后的友谊 都可以长传 丽莹 丽莹 要加油啊 把你最迷人最动人的一面 呈现给大家 当然那个可爱神经病的一面 也不错的 大胆一点 放开心地跟大家一起玩 加油 丫头啊 努力努力 再努力 丽莹 现在传说你是中国最贵的电视剧女演员 然后也祝福你会更好 然后也希望看到你更多不同的角色 还有如果以后自己做导演的时候 你过来演能不能便宜点 我曾经在那个微信里面发过 我说丽莹是我的女神 很多人说你还真臭不要脸 那我现在就说丽莹 女神 加油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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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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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